这意思就是说呀,冷天已经过去了,这天渐渐暖和了,你把你替换的衣服啊,寄给我几件,一定要旧的,不要新的,而且呀,不要将洗,因为呀,穿过一冬的衣服上啊,有你的味道,爸爸在外呢,想念你的时候,闻闻这些旧衣服上你的味道,以解思念之情。 走进古迹讲故事,您好,我是昆仑刘石,康熙四十七年,那天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年份,是一个有故事的年份,有人就说了,你这讲恭维故事的人,怎么还弄出天注定这么神秘兮兮的词呢? 哎,您听我跟您说呀,这一年呀,它是个不平常的年份呀,不是我说的,是康熙皇帝自年初,自个儿说的,不知道这老皇帝呀,是自己有预感,还是听了青天剑那帮大仙的话,所以呀,总感觉自己心虚不宁,并且呀,还把这件事和太子印仁说了,春天还没过去,夏静天还没来的时候,就在这江苏啊,传来了消息了,这个打着朱三太子旗号造反的, 念一和尚被逮着了,并且呀,就在这一年的六月份,给处死了,这太子印仁呢,就借着这件事,宽慰自己的父亲,您哪,这心虚不宁啊,可能就是应验在这件事情上,您瞧呢,这不是件好事吗,这念一和尚也逮着并处死了,咱们呀,又剿灭了一股反清的势力,这不就是天下太平了吗? 这康熙皇帝听了太子的解释啊,并没见他有多高兴,果不其然,就在这年的九月份,真正的大事来了,就在这两个月以前的七月份,康熙皇帝和往年一样,带着自己喜欢的儿子,比如这个太子印仁,大阿哥印之,三阿哥印纸,还有这十三阿哥印祥,一同呢,去关外木兰围猎 九月份的时候啊,就是康熙皇帝回鸾的日子,也就是说呀,这猎打完了呀,要回北京城了,皇上出巡,每晚休息呀,不一定就赶上铸臂行宫 那若是没有赶到,或者错过行营怎么办呢,那就得铸臂遁营,也叫做奸营啊,这是啥意思呢,就是说呀,得建起硕大的营帐来供皇帝,以及皇帝身边的六部朝臣,王公贝勒 皇子阿哥们休息,这皇帝的铸臂大营啊,那可是有规制的,可不是随便搭个鹿营帐那么简单 这定制规定,大营内方外援,内城包括皇帝所居黄曼城,欲卧居中而建,外加黄网城,并设连帐175座 门三座,见八旗骑道,数位营帐,外城设连帐254座 门四座,八旗按方位见到,外城以东设内阁六部等衙门办公营帐 您瞧了吗,这皇帝出行啊,他阵仗就得这么大 就在9月初四的这天早晨,跟随着皇帝出巡的这些六部九卿王公大臣 以及皇子阿哥们,正在揣测皇帝今天到底是拔营起寨往京城走 还是继续在此铸臂的时候,老皇帝的旨意来了,都到我的大帐里来开会 当这些人急急忙忙跑到康熙皇帝的牛皮大帐以后 看见这康熙皇帝正惊危坐在大帐当中的宝座上 还没等这些人反应过来呢,这皇帝就对身边的侍卫说 把他压上来,这大臣心想,哟,这是谁得罪老皇上了 说着话呀,只见这御前侍卫呀,压进来一个人 哟,这个人不是别人呢,就是储君太子应仁 这康熙皇帝也没用大臣们过多的猜测 直奔主题,指着太子应仁的鼻子是一通受骂 这老皇帝语不停歇,一口气啊,骂了太子应仁七百多个字 这呀,还是圣祖实录里记载的 据当时在场大臣的笔记记载 皇上骂太子的话呀,远不止于此 有很多话呀,难堪难听到 不能收入圣路的程度 这皇上骂了太子半天呀 所有的意思就是一条 要废太子 金官太子应仁不乏祖德 不遵朕训,朕包容二十年 若此不孝不仁之人为君 其如祖夜和 那么这太子应仁是如何落得一个不仁不义的考语呢 总之啊,在康熙四十七年的七月七号 也就是这件事的三天之后 康熙皇帝下旨 应仁兄弟 势不得已 使行废斥 得 这位将近做了四十年储君的太子应仁 被废了 这讲故事啊 得是有头有尾 咱们先不着急讲 康熙皇帝给太子定的这些个罪状 那么这有一废呢 之前呢,必然就得有一例 康熙皇帝的皇二子应仁,作为友情一代 唯一的一位太子 那惹定是有原因的 所以说呢,咱们就得先聊聊 这康熙皇帝为何尤为祖训 非要给自己立一位太子呢 康熙十三年五月初三 康熙皇帝的元后 孝成仁皇后 生下这应仁以后啊 产后大出血 很不幸 崩世了 您别看啊 这少年的康熙皇帝 和这孝成仁皇后 赫舍礼氏 是一段政治婚姻 但是啊 这小两口的感情呢 是非常好 把应仁立为太子的原因 后人归结 无非就是这么几点 这其一呢 当然是子凭母贵 既然这赫舍礼氏 是康熙皇帝的挚爱 那么他生下的儿子 自然就会被皇上高看一眼 再者 在康熙皇帝心里啊 有强烈的仿效汉族 嫡子继承大统的心愿 当时正值三藩之乱 康熙皇帝 也是急于 向天下臣民展示一下 你看我这大清国呀 也是遵循华夏政术 和汉人王朝的制度啊 没有区别 不要看我们呀 来自这白山黑水 苦寒之地 我们呢 既是华夏 也是正统 就这样啊 康熙皇帝 在康熙十四年六月三日 那会儿啊 这应仁 说是两岁 那是虚岁 实际上啊 这孩子那会儿 才一岁多一点 就被策立为了东宫太子 康熙皇帝下旨礼部 帝王召集垂统 长治久安 必建立元楚 冒龙国本 以免宗社之祥 为臣民之望 镇合天眷 诞生嫡子应仁 以及二陵 资者亲奉太皇太后 皇太后辞命 建处大典已举行 今以嫡子应仁为皇太子 而不详查应行典礼 选择极其 剧奏 康熙皇帝 对这位太子怎么样啊 那简直是把好放在小车上 推好了 首先呢 就恢复了一个呀 在顺治朝的时候 就废除了的前名 宫廷机构 叫詹事府 恢复出来的詹事府啊 您可以理解成为啊 是专门伺候太子 起居的这么一个机构 并且在紫禁城的斋宫 和奉仙殿的中间啊 单辟出一块地方 给太子专门建造了 玉庆宫 这小的时候呢 四书五经 那都是皇帝亲自教的 六岁头上啊 就为皇太子指派了几位 相当有学问的大臣 作为老师 您比如说这个 大儒张英 李光帝 还有这个理学大师熊次吕 这老师呢 是真教 太子是真学 没过几年呢 这太子应仁啊 就掌握了 蛮语 蒙语 汉语 对儒家的学说呀 也基本上都是粗通了 不但这文学的好啊 这无也不错呀 马术出众 据说八岁的时候 就能够左右开宫啊 待到这太子成年以后啊 康熙皇帝 只要一出宫 便命着太子再朝监国 回来以后 这朝臣啊 纷纷都跟老皇帝反应啊 这太子是相当能干啊 您想这太子啊 文行 武行 治国也行 这老皇上心里能不高兴吗 所以在太子应仁的青少年时期啊 这爷俩的关系 那是相当的融洽 从那个康熙皇帝出征啊 和太子的通信当中 我们就能看出 这爷俩的关系 是如何的好 有的时候啊 康熙皇帝爱太子啊 那简直就到了这个田梦梭子的程度 有这么一本书啊 叫康熙朝满文猪批奏折权势 看了这个时期啊 康熙皇帝和太子应仁的通信呢 那简直就让人笑得直不起腰来 康熙三十五年 皇帝亲征噶尔丹 看见一件新新事 就给太子写信了 这信文的意思 大概只是说呀 我在这鄂尔多斯啊 看见一件新新事 这儿的兔子呀 大体都是四斤八两以上 有这怀孕的母兔子 你才多沉呢 有五斤多重 这北京 有没有这么肥的兔子呀 上誉 鄂尔多斯兔有五斤者 四斤八两以上者多 春天驻兵营 乌尼特处 孕兔打五斤 京城之兔 不知如此重者乎 这老皇上啊 同心未免 写信呢 跟着京城里的儿子 闲刻的牙 这太子接到信以后傻了 不知道怎么回大爹了 只好实话实说 没见过 您说这康熙他有多逗吗 他还笑过太子 康熙皇帝 在太子的回信上 诸批道 皇太子一劝缺处 为未见如此丰满之兔 内心迫感遗憾 这还没完呢 他还写信逗太子说 我这儿兔子忒多了 多的呀 只往帐篷里钻 太子就回信说了 这北京啊 事也不多 干脆呀 我到鄂尔多斯 找您打兔子去吧 这皇上回复说呀 你急什么呀 朕也是活到了四十三岁 才见到这么多的兔子 朕在像你这么大 二十三岁的时候 也是在北京 勤于朝政 哪有机会 见到这么丰硕的兔子呀 别急别恼 好日子在后头 咱们呀 慢慢来 您瞧这父子爷两个呀 聊天的这尽头 完全是一副 父慈子教的状态 这康熙皇帝呀 不光是通信 跟太子贤客的牙聊天 肉麻的呀 还在后头呢 在康熙三十五年的 五月十八日 在京城代理朝政的太子 收到了一封 老爹 从前线寄回来的家信 这信里边呢 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 金植天热 将耳锁穿 棉纱 葛布袍四件 挂子四件寄来 勿送旧物 为父思念耳食穿之 这意思就是说呀 冷天已经过去了 这天渐渐暖和了 你把你替换的衣服啊 寄给我几件 一定要旧的 不要新的 而且呀 不要将洗 因为呀 穿过一冬的衣服上啊 有你的味道 爸爸在外呢 想念你的时候 闻闻这些旧衣服上 你的味道 以解思念之情 皇太子 接到这封信以后啊 感动的是不行不行的 哭的是一塌糊涂啊 于是就命人啊 连忙准备出来这个 一堆自个儿 穿的贴身内衣 给爸爸打包寄过去 这种行为啊 就还别说古人了 就是现代人的我们呀 听起来也是有些肉麻的 不但如此 康熙皇帝 对自己的儿子 婚姻生活 也是非常的关心 给太子殷人找了个媳妇 是三等伯 都统 石温炳的闺女 立为了嫡附近 就是后来大伙都熟知的 废太子妃 苏文 郭尔家事 在前面啊 聊康熙皇帝 后妃的时候 咱们就曾提到过 后来的 却会皇贵妃 佟家事 在康熙三十九年 被封为贵妃以后 康熙皇帝的后宫当中 既没有皇后 也没有皇贵妃 那么又是谁 坐在最高主位上 打理后宫呢 实际上 就是这位太子妃 瓜尔家事 首先啊 她是储君的正妻 未来的皇后 其次啊 这位瓜尔家事 也确实是能干 能够挑得起 后宫这副重担 最关键的 那还得是老皇上 信任着太子和太子妃 那么看似 其乐融融的皇帝 和太子的关系 如何就闹崩了呢 您啊 先别着急 您要看着好啊 就把这期节目 您先关注点赞 这一切答案呢 就在下一期 精彩回幕 康熙皇帝要 一费太子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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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